來這個很酷 你有辦法順著那條線 可以擺相間這樣 螺旋的線 你順著它 你眼睛跟著它走 你看能不能走到最裡面 好 大家一起挑戰看看 沒辦法第一圈就不行了啊 等一下 我可以用紙的嗎 可以可以可以 我這樣實在是 對啊我轉不進不去 歡迎收看 那些讓你眼花亮亮的 視覺錯覺圖案 通常我們會說眼見微品 但其實我們眼睛 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 某一些角度 狀態下 眼睛是會騙人的 你說看到UFO嗎 那是真的 例如說看到黑影 因為我以為是鬼 那結果是什麼 音質 我真的是鬼 對 今天我們就來看看 我今天蒐集了一些 讓你的視覺產生錯覺的圖案 來體驗一下 什麼叫做眼睛會騙人 哪天你看到我跟女生傳訊息 那是錯覺 你放心啦 我會截圖下來 首先我們第一張 他到底是坐在天花板上面 還是他是 他坐在那個上面啊 他不是坐在天花板上啊 天花板怎麼坐啊 對不對 他坐在那個 屋頂 但是你看旁邊的梯子 怎樣 那個梯子是靠著牆的 嗯 所以照理說是 牆 牆 天花板 但他去坐在上面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嗯 很奇怪 所以他 他天花板 沒有 他這個是不合理的圖片 怎麼看到不合理 第二張 這好奇怪喔 請問你們圖中有多少個黑點 他會換啊 他是會換 這是一張靜態圖片 這期的圖片蠻久的 應該大家很多人都看過 我沒有看過這個 那很棒 就是讓你們沒看過 我數不清他有幾個啊 他一直在換 他一個黑點都沒有 蛤 他全部都是白點 但是因為旁邊是黑色的 所以我們眼睛 會用旁邊的顏色去補充他 啊這跟眼睛的壓力沒有關係嗎 沒有沒有關係 如果你找不到黑點 代表你 勝虧 周董 嚴重勝虧 好下一個 他到底是左邊還是右邊 他左右邊都可以 對 那他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就很奇怪嘛 這是左邊的劍 然後他就朝右邊 這右邊是朝左邊 嗯 MAGIC 滿厲害的 你對我鼓掌沒有用 這不是我做的 我對他鼓 OKOK 我們對他致敬 很有名的其實是那個三角形 那個人是另外加上去 他到底是在上面還是在下面 你順著他路線走 你看走過來 欸牆壁 上去 欸他又回來了 怎麼走都不對啊 無限樓梯 MAGIC 鬼打牆吧 好可怕 說不定鬼打牆 一個靈異事件就是因為這樣子 鬼產生了一個這樣的空間 讓我們一直走不出去 那你有經驗嗎 沒有 我之前在 只有聽過星開的隧道 有這麼一個故事 就有一個司機 他晚上經過星開的隧道的時候 有想起他以前聽過 有穿我 就是有的女生會招手 但他不信嘛 就那天天他就是 就真的就遇到一個女生 對他招手 他就讓他上車了 然後呢 他就開車開開開 發現怎麼開都開不出來隧道 因為星號睡覺其實不常 拍一開都覺得很奇怪 就問女生說 你要去哪裡 我來找一個人 找一個人 你找誰 我來找一個人 所以你在找誰 差不多是這樣的故事了 好讓我們繼續看一個 視覺錯覺的圖案 我就知道你怎麼要嚇我 主生器了啦 抱歉 好下一張 這張圖片很有趣 你覺得黑色的長度是一樣的嗎 不一樣啊 不一樣啊 那黃色你覺得哪一個比較長 上面吧 上面比較長 實際上是一樣的嗎 沒錯 虛線把它框起來 它其實是一樣長的 但是因為那個鐵軌的那個形狀 讓我們會以為 上面的比較長 真的假的啊 拿齒啊 不用拿齒啊 你看這個圖案就已經這樣子了 不過我連覺得這個虛線都是假的 那你 你雙手把它遮住 單看那個黃色有沒有 它是一樣長的 對 從寬變窄 你會自然的人覺得 上面比較窄 所以那個黃色比較長 這個 是這樣 你覺得它們是平行的嗎 當然不是啊 它有分三個線條 一個是從左往右的斜線 一個是橫線 一個是直線 它們全部其實都是平行的 因為它們的交錯 跟它的形狀 像驚奇一樣 讓你覺得好像 就是一個倒一個立起來 一個倒一個立起來 是嗎 對 好像很亂 然後好像它們是有一個斜度的 Match 嚇張什麼 好 這裡有趣 你形容一下你看到的感覺 蝴蝶的翅膀 蝴蝶翅膀有弧度對不對 對 這樣看也覺得它是像蝴蝶翅膀 它是一條直線 哦 嗯 很錯覺 它那個放射狀 帶動到其他的形狀 好像也是有點放射狀 來 下一張 這個我很喜歡 你覺得球分別是什麼顏色 紫色 綠色 橘紅色 三個顏色 它沒有到很紅啊 不是正紅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 它們其實是米色的 蛤 怎麼可能 如果你單看它 你不要看到它的線 它線有紅線 藍線 綠線 不看它的線的話 你單看這個顏色 它其實都是一樣的顏色 但是因為它那條線的出現 那你覺得整個球都好像是那個顏色 太難了吧 這個 大家可以暫停下來 然後試著把線擋住 或者是你們甚至可以把這張圖截下來 分別把它那個線以外的地方 都截下來去對比 看是不是同顏色 你覺得這張圖合理嗎 不合理 它少了一隻腳 它應該是一張椅子 倒過了 你確定的 不然它有什麼叉子嗎 多了一隻腳 搞反了 只看上面 它是這樣子的 然後 兩根 你知道嗎 兩個正方形的 它多了一隻腳 為什麼 因為它不合理 你看 它其實是這樣子 上半身呢 其實它就是一個 摸字型 它照理說出來應該是兩個腳 但它卻把它的縫隙這個地方 也連成一個腳 對 所以它這個其實是一個不合理的圖案 它被稱作為小飛艇 好 下一張 你看 你是嚇到是不是 看了 它裡面藏了一張圖案 你猜是什麼 真的假的 那我感受一下 你可以左右移動 去看它 你有沒有發現 圖案 我是不是 事實上不夠 盛規 我看不出來 怎麼辦 那你往後一點 看到了嗎 我看不到耶 我感覺好像有黃黃的東西在上面 答案已經在我面前了 是貓喔 完全看不出來有貓啊 貓在這裡 它是一隻黑貓 我剛才有看到黃黃的東西 是它眼睛 它屁股要抽洞 我看到它的眼睛了 現在才看到 對 那我覺得你可能不是很虧 你是色弱 不可能啊 這可能代表你對老公還不夠好 這你對我不夠好吧 好 下一張 這個很酷 你現在盯著一個 其中一個點 看它15秒 大家一起看15秒 以為計時開始 盯著它看喔 可以眨眼嗎 它變白色耶 你先不要講話 先盯著它看 會有恐怖的東西出現嗎 沒有 還要看多久 你有發現嗎 它若有若現啊 它是不是不見了 它不見然後又慢慢出現啊 整個 如果你不眨眼 一直盯著它 會整個消失對不對 對啊 這超酷的 因為你大腦的神經元 它會自動幫你過濾信息 它們會決定什麼是重要 什麼是不重要的 所以當你專注在一個點的時候 你的周邊視覺 就會從你周圍白色的背景裡面 獲取新的數據 然後跟它重新整合 那因為它突然比較模糊 比較單 所以你盯著它看的時候 它旁邊的白色的那個信息比較多 它會把它填充進去了 啊我現在這樣一直看著你 然後 可是旁邊也不會把你抵消 因為 下一個是 這也是老圖了 你知道嗎 你們大多數人看過 我沒看過 它會動啊 你不覺得嗎 不然它在轉動對不對 好像還好 它就是一個花紋而已啊 稍微移動 上下移動 左右移動 喔好像有 有耶 不是眼鏡問題 不是剩的問題 是腦的問題 它要周邊飄移錯覺 是一種能夠用邊視覺觀察的 異常運動錯覺 但你只要點了一個點的時候 就不會動 移動的時候 其他的圓圈就開始會動 好 下面這個就酷了 數一下有幾個黑點 6個 不止耶 它又跑出來了 12個 確定嗎 確定 你答對了 它有12個黑點 但是你卻不能同時看到它 你有沒有發現 對啊 我剛才數 你看它還會出現 你不看它還會消失 這是有一個視覺感恩專家 雅克尼尼奧 於2000年的時候創造的這種錯覺 很厲害 他發明這種錯覺 所以你那時候也是數到12個 我當然啊 我數到16個 這些圖案都告訴我們 眼睛是會欺騙大腦 我們看到的東西 跟我後來傳到大腦裡面理解的東西 其實是不太一樣 所以眼見不一定微疲 來這個很酷 你有辦法順著那條線 黑白相間那條螺旋的線 你順著它 你眼睛跟著它走 你看能不能走到最裡面 好 大家一起挑戰看看 沒辦法第一圈就不行了啊 等一下 我可以用紙的嗎 可以可以可以 我這樣實在是 對啊 我進不去啊 好 公佈答案 它其實全部都是圓圈 它不是螺旋的 但因為旁邊那些黑白相間的圖案 那你覺得它好像是螺旋的 當然造成你能錯覺 它好像是這樣選一曲 它其實衝到尾 它都是圓圈 所以不管怎麼樣轉 它都轉不到下面 這叫做 佛雷摺羅錯覺 佛雷摺羅 聽起來好像 好難唸啊 咻咻雷之類的 它屬於光學錯覺 它又死了你的大腦 又微 黑白線在 向內螺旋 好 下一張 你看到嗎 A跟B 你分別說說它們是什麼顏色 深灰跟淺灰啊 其實我們大家看都一樣 但其實它其實是一樣的顏色 為什麼 我在怎麼近看 我都覺得它們不一樣 你要把它擋住 你把它分別這兩個顏色截圖 截圖下來 因為你就會發現 其實它們是一樣的顏色 因為被旁邊顏色干擾了 這種錯覺叫做 盲克懷特錯覺 其實你可以念英文啊 盲克... 外特斯 意思 盲克懷特 這就是一個 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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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顏色不一樣嗎 你覺得左邊灰色圓圈跟右邊灰色圓圈哪個比較大 當然是左邊啊 那黃色跟右邊黃色呢 右邊 當然其實它們一樣大 我不喜歡你這種灰大 哈哈哈哈 所以它們是一樣大的 旁邊的物體 讓我們會覺得它好像比較小 這是叫什麼 紅花還需綠葉襯 如果你相貌平平當時你帶進一群蟲女的旁邊 大家會覺得你很漂亮 你已經很漂亮了 但如果你帶進一群 就在Baby的旁邊 感覺變得比較普通 這完全可以解釋我們 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社會現象 所以各位 當你覺得你自己好像很厲害的時候 你在那些更厲害的人面前 你不過就是一個小蟲而已 你還是你 沒有變 形狀都是一樣大的 OK 最後一張圖了 19世紀的話 這是一個母親跟他女兒的畫像 找出他們兩個人在哪裡 蛤 這有兩個人喔 對啊 只看到你小女生耶 這個臉就是小女生啊 這是眼睛嗎 誰的眼睛 應該是他媽吧 同時也是他女兒的耳朵 有發現嗎 嗯 對 我只看到眼睛而已啊 女兒的下巴 想不想鼻子 小女孩的脖子是一個項鍊 它其實是媽媽的嘴巴 啊 還看不出來嗎 看到了 欸 長得很醜耶 像巫婆有沒有 很恐怖耶 它其實就是一個藝術品 你知道嗎 可是它媽媽真的長這樣嗎 我...我不知道 但是這樣蠻可怕的 像巫婆 結果我們這個實體題 我們就應該會知道我們眼睛 有這樣不太能信 今天只是初階而已 我們下一集 下一次拍的時候 找出那種 比如說裡面有幾個人啊 那種 更加進階的 視覺圖案 你可以期待一下 到時候我們可以拜個小比賽 蛤 我就輸啊 看你... 不一定啊 你眼睛雷射過耶 不是 看著雷塊 你一個... 一個雷射光 像超人一樣 你知道嗎 只是你是被雷射射 然後現在眼睛 沒有近視了 你是不是已經是 目前最好了啦 我們這一群人裡面 所以你可以挑戰一下好不好 Bye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請打開嗎